输瑞早安 那么最新的气象焦点 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输瑞 会员早安 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受到入秋之后第一波东北风的影响 大家要特别注意到降雨形态有点改变 主要是在infoam的基隆大台北 宜兰还有花莲地区 会有一些的不定时短暂震雨出现 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 还有宜兰地区的雨势 可能会稍微大一点明显一点 所以提醒大家往这些地方走 都要记得带上一把伞 另外午后雷震雨还是会下 不过比较集中在山区 还有屏东靠近山区的平地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另外在infoam面 温度也会略降大约2到3度 所以像是台北宜兰地区 今天的高温就略降大概2到3度 是在30到32度左右 不过桃园以南地区 今天还是感受非常闷热 是在32到34度 所以有一点点南北的天气 不太一样的一个状况出现 另外在台风部分 也要提醒大家 昨天第15号台风电母 跟第16号台风蒲公英 接连生成 不过在电母的部分 会往越南的方向前进 而蒲公英则是往日本南边的 洋面才能前进 对台湾的距离都很遥远 不会为我们的天气造成影响 所以要来关注到的 还是这一波首波的 若冬北风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 预计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都会受到这一波若冬北风 带来的天气形态改变 特别注意到在礼拜六下午的时候 可以看到还是有一些水气 但是礼拜天明显趋缓很多 所以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山区 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震雨 那么迎风面呢 因为东北风的影响云量偏多 基隆 还有台北山区跟东半部地区 也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 礼拜一的时候 天气又会稍微做一个改变 到时候风场转吹偏东风 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偶震雨出现 而且温度还会再升 感受非常炎热 午后依旧还是会有一些 局部的雷震雨式出现 除此之外呢 要提醒大家 如果这个周末 您要往海边前进 要特别注意安全 因为在彰化以北 基隆北海岸 东南部包含蓝雨绿岛 还有恒春曼岛沿海空旷地区 还有甚至是金门 澎湖地区 都有可能会吹起 八到九级的强阵风 而沿海地区也有可能会出现 两米高的一个长浪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这个周末 您要往海边前进的话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了 这是这一节最新的气象资讯 再把时间交给慧云